在今次下至音乐时尚 作为压足表演嘉宾的法国果感乐队 更加是用独特的中西合奏 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我第一次来澳门 我是非常高兴 而且澳门给我一种多元化的感觉 刚才跟你也说了 看到很多人种 它有一种多元的中西文化结合的很好的 而且很多建筑 西方留下的建筑非常美 感觉特别 澳门这个地方它跟香港还不同 它比较随性 香港有点太现代了 澳门有点比较稍微安静一些 我很喜欢澳门 我觉得作为音乐家 特别是中国音乐家 从事中国音乐的音乐家 我觉得更应该积极地走出去 这个是最主要的 所谓走出去就是还是要把文化多向外传达 像澳门它有它的特色也是因为中西合璧合得很好 像我们今天演出也是中西合璧 所以说其实更应该冲出去 一个人的力量并不是很大的 像我自己虽然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种东西包括政府 国家 当然还有私人企业 当然还有学校 这是整体的一个大的推广 其实现在在中国还不是很够 但虽然中国现在也是大力推文化 但是还是不是很够 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去推文化 这个文化不光是指的音乐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 要是从音乐上 这是一个词,的观众一样 对于民族一样 这点是更 cosmopolite 有更多人的不同的 有更多人的都市民 有有广告一样的 有广告一样的 我认为是对于亏联合得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有点太多的 这就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对于文化寺 那是一直在历着 也就是很重要的 我也认为 我回来到中国 我現在認識了一個國家 我沒有認識在網上 我沒有認識在電視上 我自己可以告訴別人 我帶給我一些東西 不同的膚色在這裏結伴表演 不同的文化在這裏交融共生 這就是真實的澳門 一個匯聚中西特色的小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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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今年都是第一次舉辦夏之音樂日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需要繼續去進行觀察 要看回這個活動 完結之後我們還要去檢討每一個細節 例如節目的安排、地點、宣傳方面 以及市民的反應 務求作出進一步的完善 如果舉辦下一次的話 我們必須做個準備 澳門現在已經逐漸成為一個生活越來越緊張的城市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舒緩壓力 輕鬆一下 我們希望告訴大家 音樂其實都可以有多種方式去享受 包括欣賞音樂、演奏音樂 演奏和欣賞之間都可以有互動 發揮音樂的本質 希望帶出更多的訊息 那方面是被市民知道的 人人共唱 歡樂開懷 音樂是帶給我們無限喜悅的同事 澳門再一次讓遊客領略了別樣的城市風采 澳門就是如此美妙 多謝各位收看本期的澳門逾越幸福 下期再見 請坐下 按讚 請坐下 坐下 坐下